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得不大太好 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晚上 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他觉得完了 李月琴死了 然后他当 为什么 没有没什么 我就觉得这种神经病 他死了 然后吧 他大概给我打了 能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他说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挂了吧 咱家没地 节奏好 我说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 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跟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妈说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叫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头看了吧 我输了 回去之后 我老板去机场接我 见我面 第一季就是 我不打太满意啊 你看刘月琴 怎么回事 我辛辛苦苦 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 你让你去说脱口秀 你怎么还能说不过 那帮说脱口秀的呢 这不就长得挺不愉快的嘛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你们知道一辆 价值一百五十万的奔驰 修一个窟窿 需要花多少钱 我知道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个窟窿 也是这个价 十个也是 一百个还是 我说哎呀 那这要是我烫一千个的话 老板 你就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逢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儿 干走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哎呀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年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男人 想我 太可这欲行故动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 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 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 她这招是真强的 对 太强了 真挺厉害的 哎呀 她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 哎呀 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 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老可能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就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草惊蛇了呢 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咱俩这样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啊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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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